各位老师 大家早安 那我就在这边做简报 那大家可以看前方的同影片就好 那刚刚同老师已经做了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我从华老师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我第一个看到就是他的热情 我觉得华老师在做任何的计划 或是甚至到目前的数位人文计划 你可以看到他每个阶段 真的是都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热情 虽然也有失败的经验 但是我想失败经验是让我们能够向前的动力吧 所以我们从华老师身上真的 我看到真的是这个热情也感动了我 那我没有像华老师 就是说从过去从数位典藏 一开始就有这个念头 我就要做数位典藏 我就是说接触 第一次听到数位人文这个词的时候 因为我在五六年前吧 那我看到的时候 我跟各位老师一样都是爱莫能助 因为我没有那个科技背景 我本身是学英美文学的 那到了高雄科技大学之后 我们前身是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那因为三校合并 现在是高雄科技大学 那我那个时候看到我也没有办法做 因为数位人文这东西真的好吸引人 但是碍于没有科技的技术 而且他因为变化也很快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欧美 就是他们很早就开始在做数位人文这一块 可是真的在台湾 我们可能最近才刚起步 所以我看到那个落差其实还蛮大的 那我也没有 我爱莫能助我也没有办法做 所以一直到三年前吧 我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刚好三校合并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是 刚好是不幸的系主任 我必须忙三校合并的事情 然后我们还有两系要整理 在那个时候 我们刚好碰到要聘请老师 那我很幸运的 就是说因为我从来不懂 就是说城市语言啊这种东西 我们在人文科系里面 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课程 那在三四年前 可能在高雄第一科技大学的时期 校长有那个思维是说 那我们要来开 就是给全校同学的城市语言的设计课程 那那个时候刚好在通试 就是可能都是从欧院那边找老师 然后在通试中心开设 那全校同学都必须去修这样的课程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看到城市语言在通试课程有开设 可是学生的评价都不高 因为他们可能都听不懂 我是指我们外语学院的学生 就是人文背景的学生 在第一次接触城市语言的时候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知道 就说这东西在干嘛 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个所谓的运算思维 那这运算思维到现今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当系主任的时候 我突发奇想 我想说既然通试开的这个课程 我也学生听不懂 那不然我们把它搬到英系来开好了 那可是要失资啊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要聘一个语言 语言学专场 英语言学专场的老师 那来应征的其中也有一两位老师 他们有这方面的专场 那也很幸运的 我们聘到了这个语言学老师 他会称是语言 而且他懂什么是这语言处理 其实我本身是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的 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今天刚好是讲的 我们这个团队不能是乌合之中 必须能够沟通 而且懂得大家在说什么 然后呢 再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发想说 我们可以执行什么样的数位人文计划 所以我的题目 这边是讲说与科技共舞 那这是我目前执行到 就是执行数位人文计划 到目前的一个心境 因为我觉得 以人文背景的 老师也好学生也好 我们都非常惧罢科技 因为科技这种东西 感觉很复杂 光是在课行上搞一个 你教学生操作一个软体 就有很多学生 其实也不怕大家笑 那前就是说上学期有请同学 只是操作一个外挂的一个城市 同学不会外挂 这不适合 我想我这种老人 你都可以知道什么外挂一个城市 为什么同学不会外挂一个城市 所以我有点震惊 我说奇怪 现在年轻人 他就不愿意去配合 就是说课程上的需要 所以我想 当然也有一些同学 他是这方面的意思非常好的 所以当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那AI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我每次都会跟同学一动心脏的讲 你是文科生 再过几年 我们一直不是都在惧怕一个问题 我们会不会被机器人取代 以后文科生找不到工作 可是又有一个声音是告诉我们说 以后各行各业都需要有文科的学生 为什么会这样这么说 因为我们是人文背景出身的 那那些科技背景的人为什么需要人文背景 那我们人文背景到各行各业各领域去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些这种城市语言的 基本的那个背景知识 我们需要知道一点运算思维的东西 我们知道怎么去学新的科技工具 因为工具一定会日新月异嘛 这是因为这些东西刺激了我 所以我才在音音系开设了城市语言课程 然后我们聘请那个老师刚好也会这个 然后我另外还开了两门 一个就是站员处理入门 另外一门就是语料库严选 所以因为这三门课程 我希望打造一个就是 我们让音系的同学开始慢慢可以跨进去这个领域 让他们知道AI时代我们能干嘛 我们需要的专业技能是什么 所以这个与科技共同是我的梦想 我也很怕科技啊 可是我发现一旦我们投入进去之后 你只要都跟他试一下试一下 你慢慢就会了解他在做什么 就像刚刚老师讲的 我其实我也不会技术 可是呢我们可以找坏的人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一起做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真的方法就是这样 你要找对一群人 所以我找了 刚刚我讲的那位冯慧弦老师 跟在座现在目前现场有一位 因为我只要一出门 我都会带出我的这两位 这两位老师 只是因为冯老师不能玩 还有阮嘉庆老师 他也是M&P的专家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 我的报告内容 我只要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申请的缘起 然后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 当初我们通过的赞与处理入门那门课程的内容 然后第三部分是现况跟挑战 跟最后未来的展望 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我对数学人文这一块涉略不深 可是我最近就是说这两三年来 我狂看就是相关就是去国外搜寻很多的资料 我狂看很多资料 我很想知道在国外数学人文都在做什么 然后怎么把它想办法可以移植 或是改变一下它的形态 因为国外已经做得如火如土 而且都做得很深入 他们可以在一个课程里面 有那个站员处理技术的东西介绍 也有一些就是说程式语言的技术介绍 而且很多那细胞道工具 有些我都不懂 所以我是想说这些东西太处长了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说 慢慢的先从一些我们可以玩得起的工具做起 然后它又跟所有人文有关系 所以我目前就一直在看 禁读工具跟远读工具这一块 看看怎么把它融入课程 我现在最大梦想是希望 把我教授的每一门课都可以带一点点 就是说工具的东西 然后往所有人文这个面向去发展 我目前还在尝试中 就是我想只要愿意尝试 那再加上有专家 缺者专家的帮忙 应该理论上只要有问题都可以解决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有介绍就是 因为当初我是系主任 然后我非常的用力 那个我们语言科系 背景的学生未来能干嘛 那因为我们音系 主要有三个教学的面向 我们如果大家知道高科大的话 我们之前在系上就有口笔液这一块 在南部我们算是口笔液研究所 还有我们的口笔液的学程 在大学部这一块都做得很扎实 那更不用讲语言学跟英语教学 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那因为两系合并之后 加入了商用英文 那因为我们具备英文 英文专业的背景知识 那我想英语 我们懂英语的 只要会英语的 要去国外搜寻资料非常的容易 我们只要打货关键字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堆资料 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一个一个去 去看说哪些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要跨出去了 我们的资讯素养能力要怎么培养 那对我而言这不是 就是学生去通试 修个程式设计课程 他就有办法结合这两个部分 他本身的背景知识 是英语相关的 就是我刚刚左边这边口笔译 英语教学跟商用英文 资讯素养是另外一块 所以学生没有办法结合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才会想说要把程式设计开在英系 然后我们找具有语言学背景 再加上他会程式设计 就是程式语言的老师们来教授 英系的同学 怎么去把这两块衔接起来 然后甚至可以带到 现在还蛮红的那种赞源处理技术 因为我们的认知是 就是说大部分人的认知 都是觉得说赞源处理技术 应该是资工的 工科的学生 他们在学的 怎么会在英系 开这样的课程 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后悔 赞源处理技术 学生可以学的 我目前开了两年 学生基本上都有办法 就是大部分同学都还是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因为我们不是找资工背景老师在教 我们是自己原学原教学背景的老师 他懂这一块来教授 我想等一下如果让老师有机会 可以稍微讲 他就是这样的人才 他可以结合这两个领域 而且也幸福有他们这样的老师的帮忙 我们才有办法开设赞源处理入门这门课 这就是当初我们在108之一所申请通过的 那我们的应用是放在ESB教材的设计 那当初会找就是说用 就是说用ESB教材这个主题是因为 我们在英系街道的产学案 几乎都是在帮某些公司 比如说做题库啊 写教材啊 我接过一个 那厂商抱怨说我们的分级不够清楚 我们做也只是一般的general english而已 一般的英文 可是分级不够清楚 那这分级 虽然厂商说你们可以用全品简的初级中级来做 以智慧而言 可以用这个部分 用全品简初级跟中级的智慧来做区隔 可是同学在赚写的时候 我们脑袋可能没有办法 比如说这句子写出来 我就有办法判定它就是初级 那另外一句子写出来 可能说它就是中级 所以在分级的部分 我们没有办法靠人工去 在写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评判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这个问题 丢给了冯慧晨老师 那冯慧晨老师就跟我说 我们可以用就是用这种程式语言 我们写个程式啊 然后讲得天花乱坠 我也听不是很懂 不过我们就去 他还是有做出来 他最后还是有碰到把那产权案的分题做出来 所以我很感谢他 那冯慧晨老师 目前就是暂远处理入门这门课的收客老师 就是让我们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这门课刚开 那今年是他因为有这方面的专场 所以这门课由他继续教授 那当初还有阮教卿老师进来帮忙 阮教卿老师的专场就是在 语道部原选跟计算人原选 所以我想我的团队有办法开这门课 能够执行这样的计划 主要是这两个老师的专场 又刚好他们又是在语言教学这一块 就结合了程式语言跟计算语言学 还有语教育语言学 所以我才有办法写出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是我们当初这个课程 主要目的还是要培养 所有人文的基本素养跟计算思维 然后我们希望学生 因为现在讲的是大数据 你必须要有收集 这是要收集探勘储存跟检索的能力 这个是文科生现在非常缺乏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设计就是希望 藉由语料库的建制 然后同学为了产出这ESP教材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 我们会教授他这样的 资料搜集探勘储存跟检索的能力 然后最重要的一项就是 NLP的技术怎么办 刚好这两个老师都会 所以你看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那这个学者专家共受在远处理技术 其实在北部我发现还蛮多老师会这个技术的 那我们也找了 就是说在课中也找了 法国问题学院的王玉军老师来 来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那这个NLP技术我想在北部的老师应该 假设你们有兴趣要学这个部分 甚至找老师一起共受 然后用这个技术来做你们想做的东西 我想在北部是不会太难找 不然女学校老师就有几个 可能零星的分布在公院或管理学院之类的 那另外我们这个课程 另外特别是用语料库检索 我们当初也是希望就是说 同学在做ESP教材的时候 这个分级跟试题的撰写 一定要是Authentic English 不要是人工写出来的 我们刚好在业界 业界找了专家 就是那个苏林出版社的董事长 苏正隆老师来帮我们讲 他过去在出版ESP教材的经验 这个等一下我会再稍微说明一下 那我们是希望产出的是ESP教材 所以我们如果从业界 就是如果老师在想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业界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 其实你可以想一下 你们通常比如说在学校执行协同教学 你们找的业师会是谁 然后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在就是说融入你的课程 比如说我们找苏董事长来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他在出版 他过去因为他在出版界的经验很丰富 他过去二三十年来出过哪些ESP教材 他通通都会讲出来 不管是进口国外的还是跟陈大合作的 就是我们自己台湾本土也有出版一些ESP教材 他都会在课程上告诉我们大家 那之后的同学依据他所讲的 就是说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有 我先跳过 我们有融入问题导向缺席 这就是我们当初找苏董老师来的时候 有出版社列师提出问题 然后我们同学也会自己去找ESP教材 因为还有其他出版社有出版很多ESP教材 所以我们把这些教材都找来之后 然后导入现在很夯的PBL 然后把他就是说问题还有需求 做了一个分析 然后同学带一个方向 他可能想要做什么领域的ESP教材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 就是让同学先初步的了解ESP教材 目前需要可能在分析上 还没有做出那么精准的分析 所以我们要必须透过科技工具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刚刚 我就是因为刚刚讲到 那个产业那一块 那所以最后呢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产出分析的ESP教材 那这个分析一定要初析跟中析 不能够混在一起 好 那我们课程分为三个部分 主要前半部是语料库的介绍 然后语料库的介绍 做完之后 我们就会把Python跟NLTK的技术 带进去 然后同时同学就要开始设计他的ESP教材 还有他要怎么去搜寻语料工具 语料库的内容 然后运用一些工具 然后把教材做一个编写 这样 那这个是我们语料库 搭配Python跟NLTK的一个 一个模式 左边看到红色部分就是语料库的介绍 还有我们会教学员怎么样使用 知名的国外旅药库 然后去做一个搜寻 那Sketch Engine刚好 因为在台湾也有一些好像是 也有独家代理 所以我们也有买了这一套 刚好计划的请友 有支援到Sketch Engine 让同学去学习 那Python跟NLTK 那在带入这个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一些问题 等一下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这个是BBL的融入 然后这是学生产出的教材 那实际上 我们有做了一个 还蛮酷的行业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学生的作品 比如说 他们的选定的主题 有这些 然后他们一定要做出初级跟高级的教材 这些都是学生的作品 这都不是我们 事后再去帮他每一遍 都是学生自己做的 而且他们都有办法 告诉我们它的初级跟高级 是怎么 那个分析是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网页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浏览一下 那刚刚我讲的 我最感恩这两个老师 就是我们冯老师跟阮老师 这个冯老师目前还在我们系上服务 那阮老师目前是在 那个 张师 那我们学生的 作品有分六大主题 因为刚好修个人数大概就是十二个 那十二个同学两个一组 所以我们就刚好有 让同学自己选 选定主题 那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 因为刚导入程式设计 程式语言 那同学全班十二个只有一个修过 不好意思 所以有点惨 后来我们找到解决方案 后来我们跟总班这边有做协调 就是我们老师就自己 撰写程式码给同学使用 教他们怎么使用 或是找一些替代软体 如果要知道详细情形 等一下可以请问一下阮家春老师 那我们计划发想的过程 就是说当初我刚好遇到这两位老师 然后我们开始我就开始想 有什么计划的题目可以做 那刚好我们参加合并之后 校长非常推教师社群 他希望能够跨领域 所以我也去申请我们这样的计划 那有教师社群的 一点点的经费补助 那我们就可以想办法 有专家咨询 或是找业界学者专家来做 是简单好快讲了 那来做一些那个 就是说演讲 所以我想教师社群假设 会校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是可以 是可以去多多利用的 然后那只要能够聚在一起 就可以及时广义发想 发想一下课程的内容 那当然重点还是在 公寿老师要选谁 那刚才老师有分享过 他失败的经验 其实我非常认同 因为如果你只是 单纯要找一个团队 这个是没有办法一起共事的 你一定要有办法可以 找人来沟通这个计划 实质上内容 大家的分工 还有计划之间的安排 执行要怎么做 这些细节都要非常的 都需要花时间去讨论 然后最后评估 那科技工具 就要回到学生 这个一块去思考 学生有没有办法 进行 或是说有没有办法 使用 你所要使用的科技工具 那当然 现在学生只要愿意尝试 我觉得没有做不到的 只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 会替他想太多 觉得 哇这会增加他的课业分量 那刚才老师讲得很好 顺着他的脉 摸一下 摸一下 同学或许就愿意 就是会愿意 娱乐于参与 那现况与挑战就是 我想我们现在人文学科 一定得和其他知识领域做连结 像我们跨到载远处理技术 这块我觉得是有点 就是说 当初我是觉得 哇我怎么有那么大胆感跨出那一步 可是一旦跨出去 你就找到合作的老师 一起来做所有人文计划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数位工具 日新月异 我们不太可能说 永远都是用这个工具 可以用很久 这样一定工具的担心 所以我想你定期能够 跟一些其他领域像公文科资管的老师们 去做一些研习 就说他们可以告诉你 最近出了什么样新的工具 那你只要有时间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 那对有些老师是非常的排斥 数位人文的 但是对我而言 这对人文学的教学跟研究是真的 你一旦跳进去玩了 你就知道它像变魔术一样 但是程式语言它在处理大数据 那种变化还有视觉化的工具 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天啊 这跟我造型所上的训练 就是一直在阅读文本 一直想要做一些突破的诠释 是完全两码子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跳到一个花花式前 有了程式语言 好像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好那挑战当然就是组成化理团队 这个大家一定要三思 找能够合作的伙伴 尤其在背景的部分 如果你能够找到相同领域的 然后就像我的案例一样 然后刚好老师又有 他有科技背景 但是我真的觉得是最好的 然后怎么去应用数位工具 不要害怕就给它跳下去玩一下 我想你玩了就会有心得 就会知道 如果不会就问啊 就问会的人 怎么怎么去做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人士语言 除了大数据这个东西 真的是翻展 那个资料呈现跟诠释的可能性 这个我目前在执行我第二个计划的时候 我看到真的是这样 我目前要讲太多了 因为这是第二个计划目前还没有开始执行 即将要执行 但是你会看到 这过去跟我们传统人文学科所训练的那种呈现 这要的呈现跟诠释 基本上真的差异还蛮大的 未来展望这也是我的心愿 我要继续往AI加DH去卖 去卖进 那AI已经是 我们已经在这个时代里面了 我们没有办法逃离 那我们今天是文科 就是说人文学科的老师 还有同学 我们要怎么让同学能够适应 在AI这个时代 还有他需要会的技能是什么 我们都需要深思 所以我未来会朝战宇处理这一块继续耕耘 那所有人文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再往下做 因为在国外有太多参考的案例 透过在国外所看到的东西 真的是会让你觉得 再不做好像就快来不及 那结语的部分 一样我们还是会 希望持续培养同学的 资讯素养跟计算思维的努力 那语言的资料搜寻 探探探图存检索能力 这是两大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 那加上软体工具的应用 这个一定要 就是说跟着上时代的脚步 那共资所有人文社群 研究社群 跨领域已经是潮流了 你没有办法躲在自己的 向阳堂再继续默默的做自己的 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们想 我是觉得未来 我们要创新人文知识的可能性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通过的课程 很多课程都让我非常惊艳 因为我觉得这么多课程 都是属于数位人文领域的课程 而且他们所做出来 其实我们光看何老师的就好 事实非常的丰富 而且非常的具有创意 而且他的教学法 真的我想同学 在修了这些课程之后 他一定可以带走一些 可以让他在未来 可以跟人家竞争的一些能力 那我们可以开创的可能性 是无限的 那最后我有放了一些参考文献 尤其是最后一本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教材 虽然他是用英文撰写 如果说他你有 就是说英文能力可以 就是说你有习惯看英语的东西的话 我想这本书相当的推荐 那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你可以使用里面的一些部分的内容 然后慢慢的从你的课程去做一些反转 我想当你慢慢的去习惯这样的模式之后 你的野心会越来越大 你会想做更多 然后再加上你可能遇到的贵人 还有周遭的资源 就是说能够允许你继续往前迈进 我想做遂人稳图是不可能的 是大家都可以用 现在积极立马投入的一个领域 我的报告到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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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